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塞一点parmesan芝士和黑胡椒 放进半年里鸡 中高或压两分钟 再来做一个青酱鸡肉口味的 自制青酱铺满 配方在视频最后 加烤好的茄子 新鲜马苏丽达 熟的鸡胸肉 也可以用平底锅来做 上面盖一个烤箱子 压一个中午 中高火两分钟后翻面 再来两分钟 最后做一个芝士蘑菇牛排 牛排先煎一下 切片 酸面包上涂黄铁膜 再来浇汤化的洋葱 放上牛排 切片 再加一点焯好的蘑菇 盖上 在盘尼尼提уется2分钟 披烤 Angeb 这倍 Before 老板 今天做了3种盘尼尼 所以盘尼尼就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美食 所以在意大利比较常见就是用夏巴达这个面包 但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蒜面包 法棍 涂色这些都可以的 基本上一个巴尼尼就是一个热的三明治的 所以特别适合煎气冷的时候做一个快速的午餐 好 我来吃一下 其实巴尼尼我们在西方就经常会用它来做一些快餐的 就中午快速的吃一顿饭 就来一个巴尼尼 又方便又好吃 这个落了姜 茄子和鸡肉 这个表面 碗尼尼一般就 表面就很脆 是里面就 虽然不是很厚 但其实咸料就很多 茄子和鸡肉这些 所以很多汁的感觉 很好吃的 那这个就 牛排 蘑菇 吃大芝士 所以就 跟意大利没什么关系 但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搭配的 这个焯到较淡化的洋葱就可以带那种甜味 所以在里面 跟这个芝士线线很大了 给黑鸣来一点棉包 给黑鸣来一点棉包 核的小鸣 10分钟 1分钟